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皮跟肉就可以很自然的分开 因为这个外面的胶皮我们是不用的 所以没有关系 跟大家分享一个诀窍 就是说等那个甜椒烤完以后呢 从烤箱拿出来 其实你可以把它用 看是锡箔纸或者是一个厨房毛巾把它包起来 让它这个温度呢在毛巾或锡箔纸里头呢继续再酝酿 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它这个皮跟肉可以分离得更快速一点 好 就是这样子剥皮剥完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切开来 然后你看里面的纸我们是不要的 你就用刀子把它刮开 大概刮了差不多以后我们就要把它切条 好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事先剥好的在这里 我们就直接全部把它切细长条 好 那我们把甜椒呢已经都剥好切好了 就是大概像成这样子啊 切成细细的长条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调味了 这个调味呢除了刚才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这些食材呢 我们还要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大蒜 大蒜我刚才已经把前面的头给切掉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它切成蒜末 这个意大利人呢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做菜呢很难少得了这个蒜头 那如果一般呢食谱说要两颗蒜头 我自己非常爱这个蒜头 我通常大概会加三到四颗 那我们这个大蒜已经剥完 把那个馍剥掉以后呢 就可以来把它剁一剁 原则上我们希望剁得越碎越好 这样子呢它味道比较能够融合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突然间咬到一块蒜头 很辣不是很舒服 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加到甜椒里面去 好接下来呢就是把剩下的调味料加进去 我们需要初榨橄榄油 还有这个我们先把这个九层塔剁一剁好了加进去 九层塔跟罗勒呢 虽然是属同一颗 但是要仔细追究起来 它的味道还是不太一样啦 罗勒的味道是比较温和的 那九层塔呢有稍微呛一点 接下来就是油 我用的是初榨橄榄油 然后呢这个巴沙米醋 好我大概先加这样子 等一下再来调味道 试味道 然后呢 哦还有我们的风干番茄 风干番茄必须先把它切一切 可以把它叠在一起 因为这个是有浸在橄榄油里面 所以有比较滑 切的时候呢就要多花一点力气 我为它再切碎一点 原则上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食材呢 它都是可以非常的融合的 可以调和在一起 所以呢尽量这些 不管是香草啊 就是九层塔或者是风干番茄 我们就尽量能够把它切碎就切碎 因为主角毕竟还是甜椒 好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 加盐巴 还有胡椒 我想做菜有一个好习惯是要提醒大家去培养的 就是尽量你要一边做菜一边再试味道 我曾经读过 不晓得在哪一个地方读过 他就说有一个米其林三星级霸博餐馆的那个总主厨啊 他说他做菜做了三十几年 他从来没有一道菜是还没有试过就送出去给客人吃的 那可见你看连专业的厨师都觉得说这个步骤很重要 那我们这些家庭厨师家厨啊 主夫最好也是来遵守这个原则 好那接下来我就找一个 这个 现在食材通通加进去以后呢 我们就拿个叉子 你要拿筷子当然也可以 就把这个东西拌一拌 然后这道菜呢可以看到 他现在甜椒呢 还看得到一条一条的 那等他再放 因为他进了油进了醋以后会让他再浓缩 然后再萎缩一点 他就会有比较烂 那个时候一方面也比较好入味 二方面呢他吃起来就会更柔软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让他在室温至少放个一个钟头 最少半个钟头让他可以充分的入味 然后调好以后呢 接下来是怎么吃呢 在意大利啊通常这个开胃菜啊 很普遍用的一个石器 就是用面包 那这个面包呢 有大有小 如果你是用比较大一点的欧包 来当石器 当载具的话呢 就是叫做 一代人叫做Brusketa 那如果是用像这种 比较小比较瘦的这个 大口棍棒面包呢 他就变成Crastini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通常这个东西呢 就是摆在派对的桌上 然后呢 就大家自己拿面包 然后自己来放在上面吃 然后就这样子吃进去 可以把这个摆下 或者是你可以在客人来之前呢 就赶快可以装几个在那边摆盘好看的样子 也是可以的 因为呢 我们不怕这个面包被浸到 我们就是要这里面的这些 很浓缩的这些甜椒的汁液 还有跟那个橄榄油醋啊 结合的那个香气 进到面包里头 然后这样吃起来 就是嗯 所有味道 就集中在一口里面